台湾人口老化速度相当快 各种高龄疾病备受重视 像是这位86岁的长者 2013年罹患08癌 本来要面临庞大的药物费用 不过还好有健保给付 减轻不少负担 如果我们没有健保给付 其实那一瓶药是真的是蛮贵的 每一瓶就是三十几万这样子 然后相信健保给付 也对我们来讲也比较好 这项健保给付是新一代口服标靶药物 提供给复发且高度恶性的患者 全部疗程下来 原本药价401万 给付之后足足减少了37万 而且药物副作用 只有一成的病患会发生 那大多数负重其实是以腹泻为主 那其实腹泻的情形 绝大多数其实都是很轻微的腹泻 那另外其实比较困扰的负重 是在所谓的心律不整的问题 这类型的药物其实 只要注意药物的交互作用 那严密地监控它心律的部分 其实应该是都还矮 病症往往在初期不容易被发现 尤其像是高龄长者 常常会误以为是老化的现象 或是因为恐慌不敢就医 医师也鼓励民众 可以做详细的检查 以及精英检测 一起勇敢对抗疾病 带行为阳安提供欧国家 华联报导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